一名饒舌女歌手苗妹 住在台中一名商圈 没想到5号这一天 她人在家里抬头一看 窗边竟然出现一名男子在偷窥 这男子就好像蜘蛛人一样 站上了花台攀墙偷看 到了11号这一天 还拉开了纱窗 头吓着骚扰性 吓得苗妹赶紧抱歉 而且来来回回好几次呢 拉着窗边站上花台 正妹说当时男子 就是这样往房间内偷窥 从里面看到外面是她出现在这边 对然后监视器画面也有 可能有十次不夸张 走道上就有监视器 穿着蓝色上衣的男子 总共来了两次 5月5号光天化日之下 先是来回观望 确定走到没有人后 锁定正妹房间 像蜘蛛人般攀墙窥视 不断爬了又探 探了再爬 总共探了七次 期间察觉有人经过 还躲到隔壁 等没人后再爬 离开时还因为太紧张 不小心跌了好大一跤 他来的时候是有包包 可是走的时候没有包包 所以那时候警方就有怀疑说是 我后面那个住户 男子实随之位 5月11号晚间又顾忌重施 当时男子手中拿着信 趁着四下无人 锁定这间房间 打开下窗就把骚扰信给投进去 信中写到不想你的身体 被全世界看到的话马上出来 吓得他实在不敢再住了 我就觉得蛮变态的 因为他又不知道什么时间点会出现 我觉得随时可能提心吊胆 事发在一名商圈 这栋大楼的花台只要一踩上去 就可以轻易看到房间里头 而穿着火辣的正妹叫苗妹 其实是名饶舌歌手 下班后晚归是否因此成为男子锁定的对象 警方也将根据特征 循现追查 证明头盔男 记者龚玉德夜影台中采访报道